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湾的夏天真是超级热 动不动就标出36-7度的高温 不开冷气真的吃不消 但家家户户都开着冷气的结果 就是让用电量不停的创新高 在这样高用电的状况下 台电的倍转容量到底够不够用呢 电力调度处说明 今年的供电量在电厂正常运转的状况下 是没有问题的 请大家暂时可以放心 热热热 夏天的温度动不动就超过35度 不开冷气还真的吃不消 也因此每到夏天台电就要绷紧神经 小心确认各电厂机组状况保持正常 免得像7月7号这天一样 用电飙上新高峰 理工电上线只剩下6%的空间 所以昨天的倍转低到6.38 还有220万左右 那220万相当于是我们核二或者核三这个大机组两部 所以如果说昨天再碰到核二两部或是核三两部或是核二核三各一部 那我们就插头皮就顶到头皮那是很危险 倍转容量掉到6%以下就进入台电电力调度处的红色警戒区 用作机载的核能火力全部满载运转不说 就连本来要用来供核能厂内使用的轻柴油机组 都加入系统发电成本极高 卖一度电就要亏上4倍的价格 虽然经过计算 养成随手节约的好习惯 才不至于伤了荷包 还要面对缺电危机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英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